赛兔子 我知道你在家 快点给我开下门 我又急事找你 真是气死我了 好不容易有时间睡个午觉 被老黑 你又想做什么 是不是又皮痒痒了 有什么事快点说 要是敢耍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赛罗对不起 又惹你生气了 这是我最心爱的武器终极战斗仪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 我再来找你呢 被老黑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这是怎么了 不要再问了 我的好兄弟 希望还有机会能再见到你 再见了 不要走啊 被老黑 真是太奇怪了 这个被老黑是怎么了 拓雷吉亚 我的好兄弟 我终于找到你了 贝利亚大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当保安真是太辛苦了 我有个宝贝要送给你 这个是小朋友们送给我的狗头 我特别喜欢她 平时都不舍得戴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能早日恢复光明 贝利亚大哥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我没事的 我就不打扰你了 再见了 贝利亚大哥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你也要加油啊 隔离桥你好 我是贝利亚 我真的找你有事 快点给我开门吧 别敲了 来了来了 贝利亚是你啊 下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不带雨伞呀 我也没想到会突然下雨 我们去屋子里面吧 你淋雨会感冒的 不用了 隔离桥 这是我最帅气的披风 我以后可能用不上它了 就送它给你吧 贝利亚 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 这个披风可以抵挡黑暗力量 这样就没有怪兽能伤害到你了 隔离桥我先走了 你多保重 谢谢你贝利亚 你自己也要小心啊 大家知道 为什么贝利亚要把心爱的东西 送给她的朋友吗 原来贝利亚体内的黑暗病毒爆发了 一旦感染到全身 她就会彻底失去理智 成为一个可怕的魔头 她怕自己会伤害到别人 于是她来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偷偷地躲了起来 贝利亚真的变好了 贝利亚你一定要挺住啊 贝老黑我来了 你一定要坚持住 贝利亚大哥 坚持住 贝利亚 我来帮你 贝利亚 我们也一起帮你 臭乞丐给我滚开 离我的门口远一点 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你好 请原谅我的打扰 我的双眼受伤失明了 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你能给我点吃的吗 居然还想要吃的 你以为这里是慈善机构吗 看我怎么教训你 赶快住手 你怎么能打人呢 你是谁呀 你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我连你一块教训 你 你真是太可恶了 由于被人驱赶 伤心的赛罗 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然而 格力乔始终放心不下 她又再次找到了赛罗 这是我给你买的汉堡和药品 希望你能早点好起来 谢谢你的好心人 虽然我看不见你的样子 但是我能感觉到你的温暖 等我恢复了以后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格力乔真是太善良了 大家一起发送三朵鲜花 表扬一下格力乔吧 你们快看 赛罗哥哥来了 真是好喜欢他呀 你们好啊 我是赛罗 前几天我被怪兽偷袭受伤 眼睛也失明了 一位好心的姑娘 给我送来了食物和药品 我这次回来是要好好地报答 帮助我的姑娘 我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女朋友 真没想到 那天遇到的乞丐 居然是赛罗 赛罗赛罗 我是卡蜜拉 我就是那位好心的姑娘 我愿意当你的女朋友 卡蜜拉 你怎么能说谎呢 明明是我送的食物和药品 而且有很多人都看到了 他们都可以帮我证明 你走开 你是不是因为没有人喜欢你 你就嫉妒我 还想冒充我接近赛罗哥哥 你们两个肯定有一个人说谎了 我问下你们 你们那天给我送的包子是什么馅的 谁回答对了 谁就是那天帮助我的人 赛罗哥哥 人家记得那天给你送的包子 是韭菜鸡蛋馅的 对不起赛罗 你不是被我帮助过的那个人 格力乔 你骗不下去了吧 我那天送去的是汉堡 没有送过包子 那个人肯定不是你 我终于找到救我的姑娘了 我故意说成汉堡 就是怕有人撒谎骗我 格力乔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赛罗哥哥 我愿意 卡蜜拉真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种人 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 可恶的格力乔 居然换我的好事 我诅咒你们不能在一起 大家可千万不要学习卡蜜拉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诚实守信 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小赛罗小赛罗 我是赛罗爸爸 我被怪兽变成小狗了 快点想办法把我变回来 格力乔妈妈 你快看啊 这只小狗和赛罗爸爸长得好像啊 它还在围着我转圈呢 这肯定又是贝利亚的恶作剧 你赛罗爸爸看到了 肯定会非常生气的 小赛罗快点把他担走 小狗狗你快走吧 赛罗爸爸马上就要回家了 不要在我家里待着了 小赛罗 我是赛罗爸爸 你怎么听不见我说的话呢 快点想办法救救我 不要再汪汪地乱叫了 你如果再不离开 我就要打你了 看来小赛罗根本听不懂我说的话 这可怎么办呀 算了 我还是去找泽塔试试吧 说不定他能听懂我说的话呢 泽塔泽塔 我是你赛罗师傅 你能听懂我讲的话吗 烦死了 哪里来的小狗 你在这里乱叫什么 奇怪 这只小狗怎么长得和赛罗师傅一样 我要拍个照片给赛罗师傅看看 哈哈哈哈 看来所有的奥特曼都听不懂我说的话 这可怎么办 难道我要一辈子当小狗吗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我再去想想别的办法 咦 这不是贝老黑吗 他在翻垃圾桶找什么呢 我过去吓一下 哎呀喂 这是哪里来的臭狗 吓了我一跳 快点给我走开 别妨碍我捡瓶子 贝老黑 我要咬你 汪汪汪汪汪汪 原来是你这个臭赛罗呀 你居然还想咬我 哈哈 你居然能听懂我说话 真是太好了 我当然能听懂你说话了 你还是快点变回来吧 今天早上我下夜班回家 在路上遇到一个烧烤摊 于是我就买了一个热狗来吃 可是吃完没多久 我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肯定是怪兽搞的恶作剧 哈哈笑死我了 没想到堂堂的赛罗奥特曼 会遇到这种糗事 贝老黑 求求你想办法 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吧 你是因为吃了 还有变狗丸的热狗 体内产生能量变异 才变成的小狗 正好我有一台 变异能量交换机 可以把你的变异能量 转换成光明能量 你快点上去试试吧 赛罗奥特曼赶紧站了上去 只见变异能量交换机 光芒四射 赛罗果然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太好了 我终于便回来了 我要马上回家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赛罗 赛兔子 你太没礼貌了 怎么不和我说声谢谢就走了 小赛罗你要快点哦 我们的行李马上就要搬完了 知道了妈妈 我还有一些玩具 马上就好了 小赛罗快点上车吧 我们要出发了 爸爸等一下 我的太美还没安置好呢 你能不能先把她抱上去呀 小赛罗 太美的事情已经和你说过了 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去 小笛家会照顾她的 爸爸 太美是我的好朋友 真的不能带她和我们一起走吗 小赛罗听话 相信我 这对太美来说也是最好的 小赛罗 你刚上学 根本没时间照顾太美 把她留下小笛家会陪着她 快点上车吧 我们的时间来不及了 小笛家 你一定要照顾好太美 放心吧小赛罗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你有时间就回来看我们 小赛罗保重 妈妈 我舍不得太美 小赛罗别难过了 妈妈答应你 一有时间 我就带你回来看太美 太美 小赛罗离开我也非常难过 等她有时间了 肯定会回来看我们的 太美 你去哪里呀 太美 回来 快点回来 妈妈 你看呀 是太美 太美来追我们了 赛罗哥哥快停车 赛罗哥哥你看呀 他们都这么伤心 要不我们还是带上太美吧 好吧 看到他们这样 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分开 小赛罗 爸爸同意你带太美回家了 但是你要答应爸爸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太美 太好了爸爸 我一定会照顾好太美的 谢谢爸爸 小赛罗 你要说到做到呀 要不我们还是会把太美送回去 给小迪家照顾的 放心吧妈妈 太美 我们以后永远都不分开了 爸爸 爸爸 等等我 你走开 从今天开始 我们断绝父子关系 你再也不是我的儿子 眼前的这只小怪兽 是赛罗的义子 他的父母 是赛罗的好朋友 在赛罗两千多岁的时候 小怪兽的父母 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 所以 在小怪兽 还是一颗蛋的时候 赛罗就对他照顾有加 每一天都会按时地 给他浇水施肥 就这样过了9987天 小怪兽 也终于出生了 由于小家伙 是腊月出生的 所以就帮他取了个名字 叫做狗圣 赛罗非常喜欢赛狗圣 但他比自己的女朋友还要好 他不但每天给狗圣 做美味的食物 还把自己家装饰成 儿童乐园的样子 就连狗圣睡觉 赛罗也要守在床前 这天 赛罗有事情 要回光之国 狗圣想到没人管自己 心里都高兴坏了 狗圣来到街上 打算买点汉堡的事 没想到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老大 我们已经好几天 谋吃东西了 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那个奥特曼 好像有不少银子 不如咱们找他拿点来花 老大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 喂 你这个奥特曼 把你的印子都搅出来 不然就拜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小子 我们下手可是很重的 失去的话就快点交出来 就这样 贝利亚的钱 全都被抢走了 没有了钱 又饿着肚子 贝利亚 只好去垃圾桶找吃的 不能吃垃圾桶里的东西 吃了你会拉拔拔的 我这个鸡腿给你吃吧 善良的狗圣 还把贝利亚带回了家 把冰箱里所有食物都拿出来点吃 我们一起发送小红花 表扬善良的狗圣吧 从来都没有人对贝利亚这么好过 贝利亚非常不贵 就这样 贝利亚和赛狗圣的关系越来越好 已经到达了无法超越的境界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今日我贝利亚 我赛狗圣 一节进来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几天后 塞罗从光治国回来了 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格力乔 也带回了家 狗圣 快出来 你看看谁来了 爸爸 格力乔阿姨 我想死你们了 爸爸 你好 格力乔阿姨 你好 塞罗 你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吗 他又是谁 你竟然欺骗我 我要和你分手 我要和你分手 不是这样的 乔妹妹 你听我解释 由于格力乔不听自己解释 塞罗的满腔木火又无处发现 于是 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那样 请大家放心 塞罗还是会继续好好地照顾狗圣的 塞罗爸爸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我这就找人来救你 到底发生了什么 塞罗为什么会受伤 原来就在刚才 塞罗和贝利亚落到了毒液的手里 小塞罗 被小黑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你们的爸爸已经被我抓住了 现在有一个救他们的机会 看到你们前面的鸵鸟和猪了吗 你们选一个当做棋 谁先到达终点 就算谁赢 作为奖励 我会把赢的人的爸爸放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就开始吧 对不起了小塞罗 我先走了 我要救我的爸爸 一定要赢 下架架 被小黑真是太可恶了 只要耍赖 小猪猪你跑快点呀 我们要是输了比赛 塞罗爸爸就完蛋了 爷 我赢了 真是太好了 胡叶大王 我赢了 求求你放了我爸爸吧 可以 快把你的爸爸带走吧 塞罗 我要吸光你的能量 你可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的宝贝儿子太笨了 老爸 我把你救了出来 你不但不感谢我 怎么还骂我呀 背小黑 你太让老爸失望了 你怎么救的我 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老爸 我是因为在乎你才这样做的 你能不能不要生气了 也怪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 不过背小黑你要记住 我们做人做事都要坦坦荡荡 况且你塞罗叔叔还是公认的大英雄 地球的人类根本就离不开他的帮助 老爸 我知道了 我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塞罗叔叔吧 对不起塞罗爸爸 都怪我太笨了 你一定要坚持住 小塞罗 塞罗他怎么样了 背叔叔求求你 救救塞罗爸爸吧 老爸 我们把自己的能量给塞罗叔叔吧 或许这样塞罗叔叔就会醒过来的 光靠我们的能量还不够 我们必须赶紧向光之国求救 只见贝利亚拿出了变身器 和两个小奥特曼一起接触能量 向遥远的光之国发出了信号 一团火光冲天而起 穿越银河系到达了光之国 刚刚收到了地球传来的信号 塞罗遇到了危险 大家快和我一起聚集光之能量 众奥聚集了大量的能量 并传回了地球 然后奇迹出现了 塞罗奥特曼满血复活了 小塞罗对不起 刚才比赛的事情请你原谅我 被小黑没关系 你是为了这被叔叔才把我撞到的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贝利亚和塞罗看到自己的孩子这么懂事 他们都非常高兴 不过他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去抓住毒液这大坏蛋 我的日子